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川工业机器人入门与进阶培训课程 我是你们的主将老师尼涛 本小节我们学习用户座标系的范例以及创建 首先我们看一下用户座标系的范例 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使用用户座标系 如图中所示 这个机器人呢,它对应着有三个家具台 而且每个家具台的方向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这三个家具台上设置三个不同的用户座标 然后在操作的时候就会变得更简单 比如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工具 现在以第一个家具台为例 这时候我希望呢,机器人是沿着这个家具台 沿着这个家具台来运动 那我这时候在这个家具台上建立一个用户座标 这个是X轴 这里呢,是Y轴 然后Z轴是垂直于这个家具台 我建立了这个用户座标系之后呢 我再用X轴Y轴来运动 这时候机器人就可以水平于这个家具台来做运动 然后右边的这个家具台呢 我可以建立 在这个方向 建立一个X轴 建立坐标系的X 这里呢 建立这个用户坐标的Y 建立好之后 我们再用X轴Y轴来做运动的时候 机器人就会沿着这个X沿着这个Y来运动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操作起来就会很容易 我们看一下在机器人上面 是如何建立这个用户坐标 首先我们点击主菜单 点击Robot 点击机器人 ROBOT机器人 再点击这个用户坐标 点击它 好 这时候是会出现很多这个用户坐标系的文件夹 我们可以通过光标键来选择不同的文件夹 然后我们点击选择 进入到这个用户坐标系的具体设置画面 这里呢 是工具 是这个用户坐标的编号 No.01 然后我们设置呢 是在这个位置 ORG ORG表示原点的意思 我们选择点选择 我可以看到下面有XXXY XX是X轴的 就是你要设定哪个轴是X轴 在X轴方向确定一个点 XY就是在Y方向确定一个点 我们先设置一下原点ORG 点选择 把它缩小一点 举个例子 就是现在这个位置就是机器人用户坐标的原点 我们 首先把机器人移到这个位置 移到合适的位置 然后点击MODIFY 这个是修改的意思 点击这里修改 然后再回车 点击ENTER点回车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ORG这个地方呢 表示已经被写入了数据 这个圆圈变成了黑色 这里这个就是圆点的一个位置 下面我们设置X方向的一个位置 我们再点击选择 我们再点击选择 光标下拉 点选择 现在呢是X方向的一个输入区 我们这时候移动机器人 移动机器人 移到合适的位置之后 点击修改 再点回车 这个时候呢是 这个X方向的一个点 然后我们换一个方向 再点选择 把这个又改成XY 选择XY方向的一个点 然后再移动机器人 移动机器人选择一个合适的点 这个时候再点修改 点回车 好 这个时候我们三个点都已经确定好了 然后最后一步 点击执行 COPLETE 这个是执行的意思 就是确定的意思 然后CINCL是取消的意思 我们点执行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设定好了一个用户坐标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圆圈已经变成了黑色 表示我们已经设定好了一个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点选择 打开看一下 里面的数据已经记录好了 当这个光标变成A色 就表示这个用户坐标 我们已经设定完成 好 这就是本节课的内容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 dette